這個特別的地方 所以也特別把全隊集合起來 做一個提醒 是 當然其實 林恩以前三局的投球看起來 的確是沒有什麼缺點 不管是他的一個速度也慢慢在飆升當中 而且他的幾個進雷點 確實都能夠吸引打者的揮棒 而且多半也都能夠取得球數的一個優勢 足球偏打者的內側 現在形成了一好球一壞球 這個半局是林志祥上場來打擊 目前林恩宇的用球數是41球 之前當然在媒體上也看到 林恩宇設定是希望能夠投三局 用球數是設定60球 今天三局已經完成 看看如果說是真的投60球 能夠把先發的局數 看延伸到能把五局投完 那當然更好 因為如果真的只投個三四局 其實對今天兄弟上隊 即便是領先的 比賽的後半段恐怕也是會比較頭痛 結果這球呢 林志祥打了一個優勢也還蠻扎實的飛球 結果是被接傷 但其實這球 雖然打得很扎實在揮擊的過程當中 其實林志祥是有點受到擠壓的 所以他在擊中球之後 他的手沒有辦法做完全伸展的過程中 球的飛行的距離 他還是會受一點影響 今天林恩宇的家人呢 也有到現場呢 來為他加油打氣 現在輪到第三棒的潘伍雄 潘伍雄呢 前一輪是獲得了四壞球保重 所以並不影響他的打擊率 第一個球呢是一個好球 那昨天在轉播當中呢 也跟大家報告了在國內呢 還有在國外其他的有職棒的國家 這些四成的打者 或者是接近四成打者的一些相關的資訊 那其中在日本職棒 1986年的著名的 這個板生虎隊的洋將巴斯呢 他是最後三成八九的打擊率 那他的情境 我今天稍微再看相關的資料 他在他們的當年的明星賽之前呢 他是保持在四成以上 但是就在明星賽之後呢 這位 最後還是留下三成八九打擊率的這個洋炮呢 他當年是在明星賽之後 曾經一度喔 連續二十五個打息都沒有安打 哇這整個就 就把前面 這個日本人說除金啊 存的錢都弄飲料料 當然也沒有說接下來就一蹶不登 因為最後他球技打完還是 就是打下了一個這麼好的一個打擊成績 沒錯 不過有些時候打者這種 所以潘虎熊其實也才這幾場 稍稍有一點喔 不順了 其實有時候就 或許多找一些人談一談 或者是多看看相關的資料 會發覺這個路程本來就是充滿的艱辛的 那絕對不是那麼容易 那如果再看看 呃 對照於我們剛才講到這個 呃 反正我對這位 揚炮巴士的這個過程 事實上 這個潘虎熊這幾天 算小case 而且在今天呢 是可以順利突破 彭正銘的一個紀錄 當然就如今天比賽一開始喔 球評鄭景英教練所提到的 我們昨天的轉播也提到 最重要的就是 能不能畫下一個完美的距離 這才重要 能不能夠成為中之史上第一位 四層的一個打者 夢幻的四層打擊力 這場的球 對 演藝之間呢 棒子還是揮得出去 今天領恩宇的球 事實上感覺起來也都很有引誘性 要讓 這種潘虎熊 這種五層以上上來率的打者 把他三陣也不是那麼簡單 沒錯 而且這個球 你近一點來講 的確是已經出棒了 最後一刻也沒有忍住 所以我們前面就提到 以林恩宇來講的話 他 拿手的變化球球 其實真的還蠻多 包括滑球 曲球 直殺跟變速球 投得還不錯 所以若是維持他這種 大約一三八的速球 若是能夠再搭配一些變化球球 以及內外的搭配 沒有 其實我想對打者來講 壓力應該是還蠻足夠 只是過往的這種速度 當然是讓他的威力是更強大 更強大 所以我們剛剛 他剛剛又投了一個 大約是一百零五的一個慢速的曲球 再搭配他的一個一百三十八的速度 大約就差三十幾公里的一個速殺 這樣對其實對打者來講 還是會造成視線上的一個混淆